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棵百合是台湾原生百合的一种 原本它都是生长在北部低海拔的山区 最近却在嘉义市开了花 而且可能是南台湾的第一朵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一朵应该是南台湾第一朵的 变红路子百合 这一棵百合是去年嘉义社大 跟台北县的平西国小 做百合生态交换的花种 基本上这一朵花其实开得有点小 不过从台北平西移到嘉义来种 有这样的成果其实已经相当不简单 变红路子百合 它每年是在七八月开花 而嘉义市社大的公民记者陈伯如 不但为我们拍下了它的美令模样 还要进一步为我们介绍 在嘉义社大里面的百合富裕基地里 有什么其他的宝贝哦 嘉义社大目前的这个百合花的富裕品种 大概有三个品系 一个是燕红路子百合 一个是台湾原百合 另外一个是铁炮百合 这个三种 这个花种在富裕基地里面 生长的状况都非常良好 那嘉义社大预计 以这个富裕的种苗 再回植到原乡 让整个嘉义地区 都充满着百合花的春天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让它免化 就是我们不要有代工的 这个人为的群养 我们尽量让它跟一些杂草 其他的物种共生 基本上我们就是不希望 它这个 让人为太多的群养之后 对它的这个生态产生变化 美丽的花朵让人心旷神医 悦耳的歌声 听了也会让人快乐哦 由银法族组成的兰运合唱团 最近有一场表演 格外能够带动台上的欢乐气氛 为什么呢 你看了就知道 给大家看到 我看了 今天我们喜欢共生时间 我们这个 北京的千账 我们这个我们的自账 在 überzeuged 在阶段的辅振 等待有起童年 台上的这些叔叔阿姨唱起童年 真的很可爱 拍摄影片的公民记者周老爹 要跟我们分享他的采访心得 他们的表演出来的时候 他们又跟着剧情的发展 那种感觉上是非常逗趣的 而且他们有很多偷彩的 不是很整齐的表演 那种表演反而变成一个 很自然的这种老人家的反应 那种感觉上也是很特殊的 也非常带动这种快乐 快乐是可以传染的 我认为他们散播了一些快乐 也希望大家一同来唱歌 这方面是蛮好的 是正向的一种活动 生活中的快乐与感动 欢迎透过我们的节目 跟更多人一起分享 配报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